来 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 林奇浩 男 27岁 福建人 新加坡国立大学硕士 机械工程专业 老师好 你好 各位老师们 大家好 我叫林奇浩 27岁 来自福建漳州 本科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 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 硕士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 机械工程专业 那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我希望找一份产品经理 助理 或者各位boss认为我适合的一份工作 谢谢大家 你今天面试的是产品经理 助理 你以前做过一些什么与产品相关的工作 我本科的时候参加过一个竞赛 那个竞赛我们是一个团队 设计了一个洗衣机 有申请了国家新型专利 然后得到了全国一等奖 你在大学有什么爱好吗 我喜欢音乐 本科我是音乐社团的社长 之后也有做一些音乐 比如说助唱之类的一些工作 待会唱歌吗 对 待会要唱 对 他这上面有一个意思 他说他参加过两个协会 这两个协会的名字叫做智商协会 我参加的是新加坡门萨和中国盛航协会 其实就是个俱乐部吧 我觉得 就是智商超过多少分以上的人在一起 对 你测过你的智商是多少 没有具体分数 门萨的话他入会标准是2% 前2%的人口级数 我是1% 能进门萨俱乐部就是天作之选 你肯定是吗 没有 你测过你的智商没有吗 146 146 爱因斯坦是160多吧 169 也有说爱因斯坦200多的 不过智商这么高也没什么用 你看浩阳就算他146 他情商没有 你觉得你情商怎么样 我是觉得智商高只是一方面吧 我想做一个智慧的人 那智慧包括情商智商 能说一件特别能够体会你智慧的事吗 可能一直以来 大概笼统地讲 我学习方面还算比较轻松吧 我在比如说那个竞赛 那个产品的最初的想法是我产生的 在很多的情况下 我也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些创新的想法 你今天有一项企业吗 我的一项企业一个是松鼠AI 一个是智慧术家居 都对这个感兴趣 对 是吗 都感兴趣 要求薪资多少 8000 你有PPT吗 没有 没有PPT 我觉得我应该能说得清楚 我看你之前过往几段经历 已经都是在 一万 然后一万五 为什么你突然降薪呢 产品经理这个 自认为我自己没有相关的工作经验吧 我也不认为工资就是我首要的标准 我觉得我需要一个平台 更加的充分地学习提高 因为我觉得机会是比这个短暂时的这个工资是重要的 那你为什么不展示你的能力让别人觉得你值得那个钱呢 我觉得展示我们可以在生活中工作中慢慢展示吧 我相信很快的时间内我的工资一定会有一个大幅度的增长的 多有自信 多有自信